孫耀薇上海夜店便廢區遭追債 我跟張維姐我們兩個都哭了 孫耀薇可能又要哭哭了 幾區年底在微風開的CA Club Cafe 開幕一天就被檢舉是違建 拆光停業3500萬泡湯 他好知1.7億在上海開的CA Club 竟然也在最近彎門大棋 位於上海新天地的CA Club 共有三層 裝修非常氣派 但租金超高的 每月連同員工薪水要燒掉400萬元 加上同業競爭激烈 開幕不久就傳出生意欠佳 孫耀薇曾使出制服他等力挽狂瀾 但還是救不了 結果近期已悄悄結束營業 慘的是還遭大批債主追債 根據門外張貼的通告顯示 債主包括廠商以及業主追租 員工追星 案件這兩天就會勝利 孫耀薇昨在臉書上傳洛杉磯演出照片 他透過話策的澄清 不是負責人 只是廣告代言人 以及CA的酒水 由我的公司供應 據我所知 薪資大部分都已付清 租金也還有押金 在第一處那不會有問題 至於會結業 則是因為租金太高 預計在找其他地方 經營餐廳業務 但他這一年來可說是 隨事纏身 我人生第一次上法庭 他向微風提告 提出告訴 求償2400萬元 還特地良渡飛來台灣出庭旁聽 沒想到案件還在審理中 上海的夜店就倒了 又捲入另一場官司 蘋果與浪來去拜一下吧 報導